好 各位考生 我们来看一下教材的第五节 税收执法 那么第四节主要是立法 那么第五节的话 我们来看有关的一些执法的要求 首先第一个是关于税务机构的设置和职能 税务机构 那么我们现行的税务机构 是中央政府设立国家税务总局 省级 省级以下 设立三级 省 市 县 三级 税务局 因为我们现在冲起来就四级 也就是说中央层面的有一级 国家税务总局 这是属于正部级的 然后省级 省级以下 我们设立三级 就是省市县 三级税务机关 这大家知道一下 以前的话我们还分得多了 那么国税 地税了 我们现在都已经进行了国地税的合并 也就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地税这个概念了 国税和地税进行合并掉了 我们最早以前的话 有国税和地税 因为我们说了这个 不是有中央税 中央地方共享税和地方税 当时94年搞的这种分税制改革 当时94年搞分税制改革的话 税务机关就搞了一个国税和地税 那地税的话 主要征收的是地方性的税种 那国税的话 征收的是什么 中央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国地税又把它给并起来了 这个我们就不管了 反正现在的话就是中央一级的 我们设立国家税务总局 然后是省级及省级以下的 我们设立这个审市县三级税务机关 管理的话知道一下 我们实行的是以国家税务总局领导为主 省级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也就是国家税务总局和省级人民政府 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第二个括号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的主要职能 因为它是属于国务院的支出机构 正部级嘛 这个权力也是有的 不少的 那么这里面的一些职责 教材里面一共收入了12条 这次去看看 我在这个课件当中 我就不一个个去读了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考试也考不到 第二个让我一个老师去读的话 累得要死 这个你自己去看 熟悉一下 本身我这人普通话也不是特别标准 南方人说话带口音的 很多人包括去年的一些考生 都说我这个说话有口音 你们还没听到我第二张的增值税 这个增值税有这个话说的 我们平时比如说像第二张的增值税 按照普通话的标准 这个增是拼舌音 值又是翘舌音 增值税 这个税又是翘舌音 我们如果说正二八经 比如说我自己在学校里面上课 讲增值税的话 我肯定会这么说的 我们讲这个增值税 我们一直说都是拼舌音的 增值税 都是拼舌音 但是你放在课件里面的话 比如说像这种普通话里面的话 这个增值税 这个你要翘一翘 对吧 舌头要翘一翘 所以说这个 这个嘴巴不利索 这个我们叫嘴巴不利索 所以说你还让我去读那么 读那么这个十二条 这个我就不一个个读了 自己去看看 做个了解 因为本身的话 这个一是做了解 第二个考的概率里面稍微小一点 这大家知道一下 第二个是关于税收收入的划分范围 那么以前我刚刚说了 以前不是有国税和地税吗 那国税有些税中 地税有些税中 那么后来国地税合并了 我们也不分那么多了 那么只要知道一下 哪些是由海关负责征收管理的 那么海关的话 主要分征收一个 主要是进出口环节的 包括我们的关税 船舶敦税 我们同时负责代征 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那么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 也是由海关负责征收管理 除此以外 简单的讲 除了进出口环节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税收 全部由税务系统负责征收管理 我们不分国税地税了 我们都叫做税务系统 这个很简单 你只要记住由进出口环节的 由海关征收管理 其他的都是由税务系统来负责征收管理 第三个税收收入的划分 那么我们讲不是有中央税 中央地方共享税 还是地方税 那这个是要记忆一下了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归中央政府固定收入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税收收入 归中央财政所有的 首先第一个消费税 包括进口环节 海关代征的部分 消费税是全部归中央的 内销外销的消费税全部归中央 第二个车辆购置税 关税 船舶敦税 海关代征的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海关负责征收的这些税种 全部归中央 看到没有关税 敦税 还有我们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 消费税 全部归中央的 另外一些特殊企业 包括我们的国家 铁路集团 各银行总行 以及海洋石油企业 交纳的企业所得税 储蓄存款利息的个人所得税 那我说一下 储蓄存款利息 我们从08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目前是停车阶段 08年的10月9号 我们就一直到现在 已经停征了很久了 第八个 海洋石油企业交纳的资源税 第九个 中国铁路集团 各银行总行 各保险公司 集中交纳的成建税 第十个 证券交印花税 那么这些的话 是全部归中央财政所有 第二个 归地方政府所有的 全部归地方财政的 第一个 涉及到土地类的财政 包括我们的 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 土地增值税 房产税 车船税 汽税 环保税 业业税 那么这些全部归 地方财政所有 当时我们那个 周荣基总理 当时我们不是说 我们前面不是说 我们国家搞分税制改革 94年的时候 1994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搞分税制改革 当时一些税种划分 有一些归中央 有一些归地方 有一些是中央和地方 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划分的 主要是因为94年的话 我们国家财政收入 的的确确很紧张 从78年79年 我们国家开始改革开放开始 80年代的话 我们当时搞承包 农村 家庭连产 承包责任制 财政上面 我们也搞这种大包干 那么后来的话 地方有一些钱 中央钱越来越少了 而且90年代初的时候 我们三下工程也要上马 没钱 本身就是国有企业改革 国企改制改革 那么很多国有企业 纷纷倒闭 那么所以说当时我们 当时国务院的副总理 当时国务院的副总理 中基搞了这种两个改革 一个叫做分税制改革 也就是把我们的税收收入 划分为中央地方 中央地方共享 叫分税制 还有一个是金融体制改革 因为当时国有企业倒闭 银行有很多坏账 把这些国有四大行的坏账 剥离出来 成立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而这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还有四大 不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是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包括我们的东方 长城 华融信达 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当时我们的国家 主要是搞了是这两 94年的时候搞了这两个 而94年的话 一直到后期 一直到90年代的中后期 我们国家的财政 逐步地恢复正常稳定 一直到现在 你可以看看 我们中国政府还是比较有钱的 我们讲还是比较有钱的 不单单自己有钱 当然还举债 这个是别人欠我们的钱 我们还有好几万亿的外汇储备 所以说在整体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国家还是比较有钱的 当时因为做分税制改革 搞地方财政 中央财政 收入划分的时候 当时分税制改革的时候 就把这些土地财政 涉及到跟土地有关 因为当时还没有银改增 当时像我们房地产交易所 交纳的营业税 当时也全部归什么 也是全部归地方财政 所有中央一分都会留 那么以至于我们后期 零几年的时候 地方政府没钱 没钱的时候怎么办 圈地 土地财政 卖地嘛 搞土地划波嘛 拍卖嘛 划波嘛 拿了一点钱 一直到现在 房价飞涨 所以说当时 在周荣基总理的回忆录当中 他这么说的 他说 如果我知道房价 土地 像今天这种价格的话 涨到今天这种程度的话 他说94年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 把土地财政 划给地方政府 肯定不会的 当然了 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讲 这个房住不吵 而且从今年开始的话 部分省份要搞房产税的试点 其实今年搞房的 搞房产税的试点 去年就说了 全国人大也是做了决议的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声音 一直到现在 三月份都没有声音 都没有声音 这个 我私底下我也问了一下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阻力 我们讲还是有一定的阻力的 因为毕竟老百姓手上有房子的人 还是比较多的 我这样子讲 毕竟我们现在都已经安居了 有部分人的话 可能名下的话 还不止一套房子 所以说对于这些房产进行征税的话 老百姓底出意见还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的执行上面 还是有阻力的 那房价你说要跌下来的话 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调控得出来的 还是要看机会 我们讲还是要看机会 所以说这个 像我们现在目前为止 遗留问题的话 只能先烂在那里 先别去管它了 像这种土地类的财政 涉及到我们土地使用税 耕地债用税 土地增的税 房产税 还是归地方财政所有 这个车船税 汽税 这个环保税 营业税 也归地方财政所有 第二个 除了海洋石油企业以外的 企业交纳的资源税 资源税的话 注意一下 海洋石油企业交纳的资源税 归中央 那其他企业交纳的资源税 全部归地方所有 除了国家铁路集团 各银行总行 各保险公司 集中交纳的成建税归中央 其他的成建税 其他企业成建税 全部归地方所有 证券交易印花税归中央 其他的印花税 全部归地方 这是归地方的 第三个中央地方共享的 注意一下比例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 国内的增值税 进口 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 全部归中央 那么国内环节的增值税 我们是五五开 50%归中央 50%归地方 企业所得税 除了归中央所有的 一些特殊企业 像国铁 银行总行 海洋石油企业交纳的 所得税归中央以外 那么其他的 六四开 中央哪六地方哪四 个人所得税里面 储蓄存款利息 目前是停征的 如果说不停征的话 归中央以外 剩下来的 个人所得税 也是六四开 中央哪六地方哪四 清楚没有 这些都是要记住的 我们来看一下单选题 收入全部归中央政府 固定收入的 全部归中央财政 所有的A选项 土地 这个耕地占用税 涉及到土地财政的 归地方 个人所得税 六四开 除了除去送款利息 归中央以外 剩下来的六四开 车辆购置税 全部归中央 企业所得税 除了特殊企业以外 归中央 剩下来的六四开 选的是C 我们再看到题目 全部属于中央政府 固定收入的 A选项 消费税式的 我消费税 国内的消费税 和进出口环节消费税 都是归什么 归中央所有 增值税不是 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 全部归中央 那么国内环节的增值税 五五开 车辆购置税 全部归中央 资源税的话 除了海洋石油企业以外 全部归地方 那么海洋石油企业 交纳的资源税 归中央 清楚没有 选的是A和C 选的是A和C 我们再看 现行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 划分的比例 那么中央 这个证券交易印花税 全部归什么 中央所有 除了证券交易印花税以外的 其他印花税 我们是全部归地方 选的是A 这东西就是很简单的 知道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 那第六节的话 主要是讲的是一些 涉税的权利和义务的问题 那么首先权利 主体的权利 那么主体的话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涉及到一些 征管机关 纳税人 还有一些 除了征管机关以外 跟涉税有关的一些 政府机关 和一些单位 他们的一些权利和义务的表述 那么这个 要注意一下 文字性的可观体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是税务机关的权利和义务 那么税务机关 义务 负责征收管理 依法履行职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阻挠 那么这是你的权利 义务的话 要注意一下 首先第一个要宣传 第二个 加强队伍建设 提高政治素质 然后秉公执法 忠于执守 亲政廉洁 礼貌待人 这个都没问题 要依法接受监督 然后不得所惠受惠 迅速 必顽乎执守 不征或者少征 应纳税款 不得滥用职权 多征 税款或者故意刁难 纳税人和扣交义务人 这不允许 各级税务机关建立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制度 上级税务机关应当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然后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对其工作人员 进执法 执行法律法规和什么连接自律 准则的情况进行监督 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 税务机关 和监督人的职责应当明确 而且要互相分离 互相制约 为检举人保密 按照规定要给检举人一些奖励 然后税务机关还有一些回避制度 主要是涉及到有关的 因纳税额的核定 税收调整 税务检查 行政处罚 行政富裕的时候 跟纳税人扣交义务人 有直接关联关系的 我们要回避 比如说像夫妻关系 直戚血亲 三代以内的旁戚血亲 近阴亲 还有可能影响公正制法的一些其他利益的 我们都有回避制度 就打知道一下 那么作为纳税人和扣交义务人 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我们看一下纳税人的权利 第一个 有权向国家了解这个政策规定 以及纳税程序的情况 有权要求税务机关 为纳税人扣交义务人的情况进行保密 那么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扣交义务人情况保密 这保密的话 也包括一些商业机密 个人隐私 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 纳税人的违法行为不在保密范围当中 你违法了还要公开 第三个 依法享有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 对税务机关所做出的决定 有承诉权 申诉权 有行政复议权 起诉权 请求国家赔偿的权利 对纳税人 扣交义务人 有权控告和检举税务机关 税务人员的一些违法违纪行为 你也可以有权进行什么 检举揭发 义务的话 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 来干嘛 交纳税款 代收代扣代交税款 那么有关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 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与纳税 和代扣代交 代收代交有关的信息 那么必须接受税务机关 依法进行的一些什么税务检查 那这是你应当做的 这是你的义务 对于各界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职责 权利和义务看一下 权利的话 各界人民政府应当 依法加强本地区域内的税收征管工作的一个领导和什么协调 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行什么税务 按照定律计算纳税征收税款 这个你肯定要支持的 为什么 因为毕竟有些税收收入是归你地方财政所有的 你不支持的话 你的财政钱从哪来 各有关单位部门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违法行为 行政一些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一些行为 这权利义务的话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擅自做出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与税收 行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 这我说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地方政府的话 是不能够自行制定有关的税收优惠的 也就是说我给我们本地区企业给什么减免税 这是不允许的 但是你有的时候会听说一些税收返还 你会听说一些某个地区有税收返还的政策 我说一下 税收返还它不属于税收优惠 它仅仅是属于一种财政补贴 它是按照本辖区内的企业 按照你实际交纳的有关的 比如说流转税 所得税的一定的比例 我以财政补助的形式来进行税收返还 它本质上是一种财政补贴 因为有些地区为了招商隐私 那么它鼓励纳税人你把公司注册在我们这里 那你公司注册在我们这里就应该在我们这里纳税 算我们这里的GDP了 对吧 我们要进行业绩考核的 那这时候的话 当然我也不是说可能我这地方可能比较偏 但是我也跟你说了 你公司注册在我这里 在我们这里申报纳税 那么我们按照一年的 比如说增值税的百分之几 所得税的百分之几 我给你返还一定的税收补贴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财政补贴 这个是有的 这是尤其是在哪里 一些经济开发区它制定的 它并不是属于税收优惠 各地政府是不能够自行去制定税收优惠的 这大家知道一下 另外收到违反法律法规定的行为的检举的 一些机关和负责查处的机关 应当为检举人进行什么 保密 这大家知道一下 有关的一些 我们主要是讲义当中这张表格 讲义里面这张表格 有关的一些我们讲的征税主体 也就我们所讲的 这个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扣交义务人 有关的一些权利和义务 这是要去看的 课后你们要去 这个怎么去看 因为有一些文字性的客观体的选项 你们记住一句话 权利和义务是有区别的 我们讲权利的话 我们讲权利的话是怎么 权利是什么 可以放弃的 权利是可以放弃的 义务怎么办 义务是我们讲是什么 必须什么 履行的 所以说你们再去记的时候 基本上看个一遍两遍 应该是有印象的 在文字性的客观体里面 那你基本上 你看一下这些表述 哪些是权利 哪些是义务 怎么去区分 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去区分 权利可以放弃 义务必须什么 你比如说 针对纳税人而言 什么执行权 申诉抗辩权 我不想知道 行吗 我不想申诉 行吗 行啊 所以说这是权利 你的权利 但是你说依法履行 纳税义务 你要依法纳税 这是你的什么义务 你说我不交税 行吗 不行 所以说义务必须什么 履行 清楚没有 我们来看到题目 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 纳税人扣交义务人的权利 他讲的是权利 我们讲了权利可以什么 放弃义务必须什么 履行 A选项 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 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 我可以不了解 行吗 行啊 B选项 对税务机关所助出的决定 想有陈诉权 申辩权 我不想陈诉 不想申辩 行吗 行 没问题 这些都是你的权利 C选项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 交纳税款 代扣代交 代收代交税款 我不交税行吗 不行 这是你的什么 义务 D选项 有权控告和检举 税务机关 税务人员的违法违据行为 我不想检举行吗 行 这是你的权利 对不对 所以说权利选的是A B D 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你说我花个时间在那里 教材讲义当中 在那里背 有什么好背的 每天都在那里背 像个老鸭一样的 我在那里背 我是最繁重的人的 你背几个英语单词都行 你说我要考个四级 考个六级都行 你去多背几个单词 哪怕我去考一个托夫 考个雅思 在那里背几篇范文 这我倒鼓励你去背的 这个我倒真的是鼓励你去背的 我多背几个单词 多背几篇范文 我是鼓励的 像这种东西的话 我是不鼓励的 这东西有什么好背的 这东西看看一遍两遍 知道能够区分哪些是权利 哪些是义务吗 自己知道吗 行 这是属于什么常识 常识没有必要去背 我就这么讲了 对不对 听个一遍两遍就够了 听个一遍 看个一遍就行了 多看多听 我都觉得浪费 CPA学那么难 干嘛呢 本身就是去考试的 我们只要考个六十分 及格就行了 多考一点试一点 对没错 多考一点试一点 老实我多背一下 这样子的话 今后我就能够多拿点分数 话是没错 对不对 六十跟一百有区别 我就反问你一下 六十跟一百有区别 所以说你们这些人考试的时候 能把这个CPA搞的 像考 不知道把这个CPA搞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你们有一些学生 自己内卷很严重 我个人觉得内卷很严重 但没办法 老师是吃吃口饭的 你们也想考了证以后 干嘛去好好的去升职 去加薪 甚至去跳槽 怎么样子的 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机会之间有准备的人 学习方法要把握住 轻松破关 要落于实处 它不是一句口号 我们一直喊轻松破关 怎么轻松啊 学得轻松 题目做得轻松 考试考得轻松 这叫轻松啊 学得够呛 累门累得要死 这个叫什么轻松破关 受罪 那还不考虑 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告诉你 我没有什么优势 我的优势就是什么 人间清醒 我跟其他老师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我这人是很清醒的 为什么清醒 第一个我知道 我应该怎么去讲这个课 第二个我也知道 我的学生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像你们这种会计水平 一塌糊涂的人 然后考会计 考你们这个真的学个会计 比如说学个长头 学个金融资产 学个合并 真的是要你小命一样的 学个租赁 真的是痛苦 你们有多少会计水平 我自己先给清楚 那么学税法还要学 要考没办法 这个时候我还能够 按照会计的东西去讲 我敢吗 你这样子去想 我敢吗 曾经有人像去年的一些学生 好来 CPA税法过了 税务师税一税二过了 然后怂恿我 老善你来讲审计 老善你去讲会计 我没过 老善你来讲设罪食物 设罪食物我没过 怎么样子的 我能讲吗 第一个我会讲 第二个我讲不好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我为什么讲不好 我讲不好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学不好 以你们的水平 我去讲这个筷子 讲审计 有的从头到尾被我骂死了 这种东西有什么 就像一加一等于二 就像世界存在一样肯定 你们就在那里 再纠结个大半天 有什么好纠结的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黑体制 关于涉税专业服务 促进税法遵从 这个话真的是拗口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促进税法遵从 这句话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愣了一下 后来我看了一下 国外的一些法律条文 我就发现原来这句话 是从清外翻译过来的 税法的遵从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第三方 中介机构 涉税专业的一些服务机构 第三方 第三方的服务机构 它的存在 它的一些专业服务 是能够让我们干嘛 去更好的去执行 税收的相关的政策 就这意思 对吧 然后就翻译过来了 叫做税法遵从 我告诉你 这句话肯定不是 中国人的逻辑思维 原话肯定是老外翻译的 肯定是从国外翻译过来 就包括你们学审计一样的 你们看这种审计准则 你们看不懂 什么原因 拗口 为什么 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逻辑思维 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逻辑思维 表述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 就这么意思 所以说你学的什么 学的累 听不懂 为什么 我们之间就存在了一种什么代沟 这种代沟是什么 这是表述上的代沟 这是逻辑混乱 简单的讲叫逻辑混乱 就这意思 为什么你有一些人 这个叫什么 审计学不好 审计其实不难 就是说他这个表述 就是特别拗口 你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理解 你必须要用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的 这种思维方式来去解释这种审计的准则 你这个时候你学审计那简单了 这本教材那真的是简单了 我们会计 我们税法 比如说我上税法课 我都是很通俗的 我不太喜欢拔得很高 拔得很深的怎么样子 没必要 你们也听不懂 讲一些案例 说句实话 手上是有案例 这些案例我也不太喜欢多讲 为什么 比如说 某些人偷税漏税 罚了13点几个亿的 13点4个亿的这种案例 这案例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偷税漏税 偷13个亿 可能吗 老师 我防止我今后也会发生这种错误 你会发生这种错误 我告诉你 我对你表示怀疑 第一个你压根就赚不到那么多钱 我就这么说 你压根就赚不到那么多钱 我也不是小看你 现实实话 你能够赚得到那么多钱 你还来考CPR 你早就做直播带过去了 对吧 还轮得到你 来来来考CPR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说这东西 我告诉你 这东西案例也不过看看而已 那么考试也不会考你这种东西 第一个考试不会考你这种案例 第二个 你又听一听 你就吃瓜群众 对吧 就像路口村口的那些老头老太 蹲在那里 晒太阳 在那里弹 可比赵山被罚了13.4个亿 哇 13.4个亿 我们从原人开始一直到现在都赚不到13.4个亿 怎么怎么样子的 这种东西你就那里听故事 你就当听故事 这个也就听故事 考试又不考 是吧 调剂调剂 仅此而已 有的故事 故事其实有很多 但是没有必要 有些东西就这是意思 你要知道 是吧 什么促进睡法 尊重 就让你干嘛 就让你好好地去遵守睡法 对不对 让你去执行睡法 通过谁 通过第三方 专业服务机构来执行 就这意思 那么 涉税专业服务 是指的是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接受委托 那么利用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那么就涉税事项向委托人提供税务代理等服务 那么我们所讲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包括哪些呢 第一个 税务师事务所 第二个 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律所 代理记账机构 税务代理公司 财税类的咨询公司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它所能够从事的涉税业务活动有哪些 了解一下 八个 包括我们的纳税申报代理 一般税务咨询 专业税务咨询 税收筹划 涉税见证 纳税情况审查 其他税务代理事项 以及其他的一些涉税服务 我们来看到多选题 下列涉税服务内容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从事的 涉税服务内容有哪些 A选项 税务咨询有的 税务顾问有的 纳税审查有的 税收筹划有的 ABCD全选 我们再看到题目 属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这个服务内容的 A选项 涉税税收筹划 纳税申报代理 专业税务顾问 涉税见证 都有一些涉税见证 我们税法也有涉税见证 你们审计里面也讲见证 也讲见证业务准则 第一个 见证业务基本准则 我们也讲的 我们税法也有见证 你像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 他们所交纳的土地增值税 税务机关有的时候 就要求你提供什么 土地增值税的 涉税见证业务报告 也有的 ABCD全选 第三个 关于税务机关 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一些监管 那么你作为第三方 那么从事涉税业务服务 来促进纳税人对于税法的遵守 遵从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对于专业服务机构第三方 我们也要进行什么监管 由谁来监管 由税务机关来进行监管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监管的一些措施 了解一下 税务机关应当对于税务师事务所实行什么 行政登记管理 那么税务机关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及其从事的涉税服务人员 我们要实行实名制管理 税务机关应当建立业务信息采集制度 利用现有的信息化平台 分类采集业务信息 加强内部信息共享 提高分析利用水平 第四个 这个税务机关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从事的涉税专业服务的职业情况 我们要进行检查 那么根据举报投诉情况要进行调查 那么税务机关应当建立一个信用评价管理制度 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情况要进行信用评价 那么对其从事涉税服务人员要进行什么 信用记录 另外还要对于行业协会进行监督管理 那么与其他行业协会建立工作联系 那么还要在门户网站 电子税务局 半税服务场所公告 这个纳入监管的专业服务机构的名单信用情况 公告没有经过登记的税务师事务所的名单 此外呢 税务机关应当为这个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提供一些便捷的服务 依托信息化平台 为信用等级较高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开展一些批量的纳税申报 信息报送等业务的一些便利化的一些服务 基本上都知道 想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跟你们CP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这个你说有关系的话 等你拿到证以后 或许还有一点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下教材的最后一节 第一章的最后一节 讲的是国际税收关系 对于国际税收关系 我们教材的第十二章 我们会讲有专门一章会讲国际涉税实物 我们这个国际税收实物管理的一些内容 那么很多人都觉得国际税收学不好 尤其是第十二章的内容学不好 我觉得学不好的内容只有一种情况 一 没听懂 二 两个所得税没搞懂 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第十二章的基础 是建立在两个所得税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说你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没学好 你国际税收肯定是学不好的 我就这么说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学国际税收 第十二章怎么去学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把两个所得税学习好 把两个所得税学好了 那国际税收我告诉你 压根就没有什么难度 相当简单 So easy 哪里不懂点哪里 这个是哪个品牌的 哪里不懂点哪里 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清楚的 当然在我们第一章当中 我们讲国际税关系 主要了解一下 有关的一个国际重复征税的概念 首先第一个国际重复课税 国际重复课税跟什么有关 跟税收管辖权有关 其实这一部分的话 我觉得你们稍微听一听 税收管辖权是属于国家主权 在税收领域当中的体现 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征税方面的主权范围 那么我们常见的税收管辖权有三种 第一个是公民管辖权 第二个居民管辖权 第三个叫地域管辖权 我们国家用的是居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 我们用两个 我们不用公民管辖权 像我们的邻国日本 他都用的是公民管辖权 公民管辖权是只是一国根据纳税人的国籍 他是按照国籍来行使税收管辖权的 凡是属于本国的公民 那么来自于世界范围内的所得行使征税权 我们就用的是叫做公民管辖权 是按照国籍来进行征税的 居民管辖权呢 他强调的是属于本国的什么 居民 就居住性的居民 那既包含本国的国民 还包含一些外籍人士 对不对 我们国家用的是居民管辖权 地域管辖权也叫做收入来源地管辖权 他主要是强调的是一个什么 所得来源地 所以说我们在前面第一节里面 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三要素 主体课题内容 双主体 我们一方代表国家行使征税职责的 客级税务机关 另外一方 纳税人 我们国家的纳税人采用的是属地兼什么属人 属地就是居民管辖权 属人就是什么居民管辖权 对不对 那么这个叫做管辖权 那知道一下 你公司注册在我们中国 你公司注册在我们中国 那你就是我们的居民企业 我们国家要对你按照居民管辖权来进行征税 你是一个外国企业 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你要在中国交税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地域管辖权 就这意思 那么国际重复征税 简单的讲就是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 对同一个跨国纳税人的同一个征税对象 分别进行征税 所形成的交叉重叠征税 我们就称之为国际双重征税 我们就叫做国际双重征税 他强调的是同一个跨国纳税人 同一个什么征税对象 进行征税 那不就是变成国际重复征税吗 国际重复征税 我举个例子 你们听一下 比如说我们一家中国企业注册在中国 那它是什么 居民企业 居民企业的纳税义务 你们听一下 我们现在就讲以所得税为例 居民企业的纳税 我就强调的是 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全部所得 都要在中国交税 也就是说 你这个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你要在中国交税 你来源于境外的所得 也要在中国交税 但是如果说你来源于A国 有一笔所得 A国也会对你竞争税 尽管你是我们中国的居民企业 你不是A国的居民企业 但是你有来源于A国的所得了 那么A国政府就会按照什么 按照这个地域管辖权 来对你竞争税 为什么 你这笔所得来自于我们A国 你要在A国交税 对不对 那行了 A国政府就按照地域管辖权 来对你这笔境外的所得 进行A国的这笔所得 来对你竞争税 但是由于你这家企业 又是我们国家的居民企业 那么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 全部所得都要在中国交税 也就是说你来源于A国的 这笔所得也要在中国交税 这个时候中国政府 是按照居民管辖权 来对你进行征税 那这样子一来 你在A国的这笔收入 这笔所得交了几次税 两次 那这就是什么 国际重复征税 产生的原因不就是我们 管辖权的什么 重叠吗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国际重复征税了 那么国际重复征税 一般包括 法律性的国际重复征税 经济性的国际重复征税 和税制性的国际重复征税 三种 那么在国际税收当中 我们所讲的国际重复征税 一般都是指的是什么 法律性的国际重复征税 也就是我们讲的 这种管辖权的确定 都是以法律的形式 加以确认的 所以说我们产生 这种管辖权的重叠 导致国际重复征税 都是属于 那么国际根据税收管辖权 这个互相重叠的形式 那么国际重复征税 产生的有这么几种 第一个 居民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的重叠 就刚刚说了 对不对 还有一种是居民管辖权 和居民管辖权的重叠 那么居民管辖权和公民管辖权 比如说公民公民 居民居民的管辖权的重叠 有可能是居民跟公民管辖权的重叠 但更多的 有可能是双重居民身份 管辖权的重叠 或者说是双重国籍的 这个管辖权的重叠 双重国籍 因为我们中国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那有些国家是承认双重国籍的 那有可能你既是A国又是B国的公民 那导致管辖权的重叠 但我们国家可能 因为一 我们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 所以说我们不会出现公民管辖权的 第一个 我们不承认国籍的 也就是说 不承认双重国籍 第二个 我们没有公民管辖权 我们国家用的是居民管辖权 那有可能会导致什么 居民和居民管辖权的重叠 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你是中国的公民 在中国建立有固定住所的 那你肯定是我们居民的 肯定是我们中国的什么 居民个人 那同时比如说你在国外 A国长期居住 符合A国的居民 这个身份的认定的 那A国的话 有可能也会按照居民管辖权 来对你进行征税 那就变成居民管辖权的重叠 第三个 是地域和地域管辖权的重叠 这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多选题 那么国际重复征税产生的原因 A选项 地域和地域管辖权重叠有的 居民和收入没有 居民和地域管辖权的重叠有的 居民和居民管辖权的重叠有的 选的是ACD 那从工序知道一下就行了 那你既然已经知道了 国际重复征税 那么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公聘原则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四级六事吗 里面有个公聘原则 我作为居民企业 来源于A国的所得 我已经在A国交了税了 但是也要在中国交税 那一笔所得你交了几次所得税 两次 那这个时候变成重复征税了 那么从公平原则角度上面来讲 我们就要避免出现这种国际重复征税 那么怎么避免 我们就会有一些国际税收协定 来调整这里面的有关的 征税权的一些问题 那么国际重复征税 这个国际税收协定 是指的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主权国家互相协调 互相间在处理跨国纳税人 征税事务和其他方面的一些税收关系 本着对等原则经过政府谈判 所签订的一种书面协议或者条约 我也称之为什么国际税收条约 如果说我们跟A国政府签订了 税收协定了 那这个时候在A国的所得 我们按照有关的所得的性质 有的时候要求在A国征税 有的时候A国不征税了 我们自己回居住国 这个所在国 也就是回中国自己去交税 这个要看具体的税收协定的一些约定了 那么我们后续在第十二章当中 我们会介绍有关的税收协定的一些经典条款 那经典条款里面都会给各位考生做一些介绍 税务室里面也有 第二个 国际税收协定 它是以国内法为基础的 以国内法为基础 那么国际税收协定 与其他的国内法律的关系上面 第一种 我们按照国际税收协定 用于国内法 以我们所讲的国际法 用于国内法原则来处理 第二个是模式 按照国际税收协定 与国内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率 但是冲突的时候 按照新法又于旧法 特别法又于普通法的原则来进行协调 那么我们国家 原则上都是按照第一种模式 也就是说按照什么呢 国际法又于国内法原则来进行协调处理的 那么国际税收协定的主要内容 包括一些协定的试用范围 基本用语的一些定义 对于所得和财产的一些磕税 避免双重征税的一些办法 税收无差别化待遇 以及防止国际偷税漏税和国际避税 那么这些都是协定里面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条款和内容 这大家知道一下 也不需要 当然我们CPA的话 我那也补充一句 第十二章除了境外所得税款的抵免以外 有可能会涉及到计算以外 你说这里面会考你客观题吧 会 多吧也不多 多嘛也不多的 这个里面最多考你到一题到两题 了不起死了 基本上一题左右 一两题左右不会考你很多 那么本身我们的题量就有限 什么都考 那也不现实 对不对 像这种也不是特别重要 就知道一下 第二个是关于国际避税和反避税 以及国际税收写作 那什么叫避税 了解一下 那避税的话是纳税人 通过个人或者企业事务的人为安排 那么利用税法的漏洞 特例 缺陷 规避 减轻 或者延迟其纳税义务的行为 我们这叫这个避税 避税有个前提 它是一个人为的安排 那你这个避税合法吗 首先第一个 避税 我们也不说它合法 也不说它不合法 我们不这么说 我们说它违法吧 至少它避税的行为是不违法的 也就是说 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 你是不能做的 那你现在做了 当然国家也不会鼓励纳税人去避税 这个你说避税 你合法吧 我们只能说它不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下 避税这个行为是叫做不违法行为 不违法 首先它不违法 我们也不说它合法 那么所谓的税法的漏洞 特例 缺陷 毕竟税法是人制定的 人玩人 而且是随着时代 经济的发展 那么各种的交易模式的出现 那么往往我们原有的一些税收的一些法律制度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什么 漏洞等等 那么我们就会利用这些东西 当然了 一旦出现的话 下面出现漏洞 上面就要干嘛 其实干嘛 补漏 就要打补丁 就要发文件 一直都是这样子 国际避税的话 稍微高达上一点 主要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些 税收协定的一些 国家间的一些税法的漏洞 国际税收协定的一些漏洞 特例 缺陷 那么有的时候经常 我们会听说过一些国际的一些避税天堂 大家听说过吧 所以说我们通常的国际避税的一些手段 像我们什么 迁出或者虚假迁出 或者不迁出高税果 进行人员流动 避免税收关系 实现国际避税 然后把资金货物 劳务转移到 转移或者说是不转移出高税果 进行这个课税 进行这个什么 课税课体的流动 以实现国际避税 另外什么利用国家间的一些税收协定有关的 避免重复征税的方法进行避税 还有一个是避税地进行避税等等 知道一下 也不要求你们去掌握 怎么去避税的 你们现在自己连正确的东西都不会做 你还去想着避税不避税的 第二个国际返避税和国际税收合作 那么12年6月份 那么G20财长央行启动了一个BPS行动计划 我们叫做税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 这大家知道一下 另外13年的8月27日 那么中国政府签署了一个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 成为这个公约的第56个签约方 15年的12月16号 我们国家签署了 接用账户 涉税信息 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的一些协议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协议也很特殊 你在海外的银行账户 如果说所在国共也是加入了这个协议的话 我们是可以进行 我们是查得到的 你在国外的有关的海外账户的一些余额和交易的明示 另外17年的6月7日 那么我们国家和德国 英国 法国 印度 俄罗斯等全球66个国家或地区 共同签署了这个BPS 叫做这个实时税收协定相关措施 以防止税机轻视和利润转移的一个多边公约 就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我们第一章花了三讲的时间 第一章比较简单 那么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三讲的时间 给各位考生简单的做了一些介绍 那么自己在课后复习的时候 一个关注几个点 首先第一个税收法力关系 三要素 主体课题内容 主体 双主体 一方是代表 国家行使征税职责的各级税务机关 海关 另外一方纳税人 纳税人实行的是 熟地兼熟人原则 课题 内容 课题的话 举的是征税对象 内容的话 主体的是权利义务 那么就知道一下 另外税收法力关系 导致税收法力关系 产生变更消灭的直觉原因 税法是税收法力关系的前提 但税法不能够产生具体的税收法力关系 导致税收法力关系 产生变更消灭的直觉用 叫做税收法力事实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税法原则 四级六事 知道有哪四个基本原则 有哪六个适用原则 给你一个具体的涉税行为 你要明确去判断 我们这个行为 是符合我们四级六事当中的哪个原则 而这大家知道一下 立法权里面 关注一下我们立法权限的一个划分 以及税收法力源源那张表格 记住几个关键字词就行了 还要知道一下 我们现行18个实体税总当中 有哪六个目前还没有被立法 12个已经立法了 还有哪六个没有被立法的 要知道一下 税收收入的划分 你要知道一下 哪些收入是归中央 哪些收入归地方 哪些收入是按照多少比例 中央地方两极之间进行分配的 是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哪些是权利哪些义务 如何进行划分 权利可以放弃 义务必须什么 律行知道一下 另外产生国际重复征税的根本原因 我们叫做什么 税收管辖权的什么 重叠 税收管辖权的重叠 导致了国际重复征税 对不对 那么我们讲的国际重复征税 都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国际重复征税 法律性的国际重复征税 对不对 那么这几个点 基本上知道一下 考试的话 第一章就考你一到两道题目 客观题一题到两题 差不多到位了 也不会考你很多 题量有限 不可能面面俱到 那你第一章听完之后 讲义或者教材看一遍 看一看 梳理一下 然后把刘老师的清一 后面的题目 做一做 OK了 第一章就过了 你不要再去纠结什么东西了 是吧 就这么简单 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不需要花很多精力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章三讲的内容 简单的讲 一个晚上可以全部听完 到明天晚上看看 把教材讲义梳理一下 然后把清一后面的单选 多选做一做 一个晚上 两个晚上第一章的内容 全部搞定 就这么简单 清楚了没有 好吧 那么我们第一章 就给各位考生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